基本上作為消防員沒有男女之分 公眾都是相約的 只不過是因為女性始終體能方面有少許差距 當她年紀稍為大做的時間 我們就會調敗她負責民職的工作 而年輕的女消防員基本都是跟男性的消防員沒有分別 都是執行消防員裏面所要奉行的工作 現時在澳門每一個城區都有苦力公司 當有火警發生時 他們就會去到以市庭前地集合協助救火的工作 後來還會在大炮台掛上火警的訊號 指示火警發生的地點 現在當然不需要這種方法來發訊號 救火設備方面亦有很大的發展 消防局現在有150部車 近期亦引入了20多部 達到世界先進水平的車輛 不少消防車都是歐洲製造 好像這部來自德國的理大排煙車 主要的用途是用來鎮壓排煙、熱火 冷卻火牆溫度 吹散可燃性氣體 以減少閃燃的機會 增加火牆的視野 幫助尋找火源 增加被困者的生存機會 主要適用在街道、公園和地下停車場 地鐵隧道和一些工業設施等等 而這部來自瑞典 可以分為駕駛室、工作室和器材室 三大部份 車入面有大型的壓縮空氣 可以不需要使用外界的空氣 以最後出場的這部 37米的平台降梯車 主要用途是應付高空滅火 及拯救的工作 這部車集合了平台車 及雲梯車的特徵 產自芬蘭 拯救高度達到37米 大約是12、3層樓的高度 還有救生龍 最大可以負荷325公斤 澳門消防局 現在共有793名人員 由訓練到成為正式的消防員 大概需要10個月的時間 分別經歷基本訓練階段、專業階段 及實習階段的訓練 消防員處理火警方面 在出車的時間及數量 亦都有一定的規定 這些亦都是他們對市民的服務承諾 當我們收到市民的求助電話之後 我們救援車輛會在一分鐘之內出動 而在正常的情況之下 由車輛離開行動站起計 大概6分鐘之內就會到達事故的現場 這個就是我們對市民的服務承諾 而在處理火警方面 我們會派出我們俗稱四雄一白車輛來處理 四雄一白包括了兩部水崩車 一部平台車或降梯車 一部搶救車及一部救護車 但是在07年的上半年 我們就已經處理了508宗的火警召喚續航 因為消防員要負責救護車的工作 所以他們亦都要接受急救的訓練 但是消防局就發現 有部份市民有濫用救護車的情況 現時我們救護車的出勤數字不斷地上升 但是在07年的上半年 我們就已經出動了11843架次 而當中有部份是屬於不正當的使用 由於我們所提供的是緊急救援服務 如果有市民在非緊急的情況之下 召喚我們的救援服務 將會嚴重地嚴重到一些危急病人得到治理的時間 所以在此我呼籲大家 千萬不要濫用我們的救護車 以免影響到真正有需要的市民 其實都沒有什麼提示的 最重要是有一個心 要保護著有這個服務社會 服務人群的心 經過這個努力的學習 有一個能夠將來為這個社會作出一些貢獻 對這份工作要有熱誠 另外要肯吃苦 因為始終你去消防是講求體能的 還有一個團隊精神的 千萬不要太過自我 還有體能方面你要吃苦 還有要捱得才可以提升到的 就千萬不要打算敷衍認真 因為你救人的時候 你救不到人 還要人家救回你就更加不好 消防的訓練都是比較刻苦一點的 我們在那個過程中 都不斷在旁邊跟他們打氣 鼓勵 也希望能夠達標 我覺得最重要 他有一個服務市民的心 心裏也要知道自己的使命是什麼 如果你是純粹從物質或利益角度去考慮的話 我覺得不如叫他選擇第二份工作好一點 消防員的工作充滿危險和挑戰 但是市民和社會的認同 就為他們帶來無限的滿足感 當中的這份光榮和意義 就不能夠用任何物質和利益衡量